好 飲食安全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 其实说到了每一年的9月17号 被联合国定定为世界病人安全日 今年所倡导的主题是改善诊断 确保病人安全 台湾的病友联盟 最近就邀请了政府部门 以及多个医护相关单位 共同来呼吁应该要重视病友安全 特别人也提到说其实呢 我们大多成年都一辈子 一定就是会遇到一次 诊断错误对病人造成的伤害难以衡量 台湾病友联盟邀请多个医疗相关单位 起居一堂 分享及呼吁如何促进病友安全 提升大家对这个诊断错误 会导致病人伤害这件事要认识 那第二个就是说要在这个 图显诊断安全这件事不重要 各个病害关系 大家一定要一起来合作 正确且及时的诊断能够保障病人安全 而病人或家属对病情具体的表达 也是诊断流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此病人不应再是被动角色 而是能够主动提出疑虑表达与沟通 我们在医师在诊断的部分 是一个起始所有治疗的起始 病患的部分必须要提供完整的资讯 那这方面的话 才有办法提供医师在做诊断 最重要的一个依据 今年WHO颁布的病人安全权力宪章中 也提到病人参与的重要性 目前台湾病友联盟也正在致力 争取病友在医疗体制中平等的发生权 来共同促进病人健康与安全 戴爱新闻林家珍 李明华台北报导